三人行 不要神话 也不可低估的杜琪峰 杜琪峰的片子张力很强 这个张力同时来自于剧本和镜头 这部三人行 如果比起它著名的PDU 可以感觉出来 影片的整体思路是差不多的 前段是不停地铺陈各种线索 然后让主要人物之间 因为对立引发张力 最后把所有人 都引到了同一个终极世界上 同时爆开 然后反转 值得一提的是 它片子里面那种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 所有的人物都是极度的利益最大化者 完完全全没有其他人片子里面那种美化的人性 这本身是电影的属性 不含贬义 冷酷 张力 悬疑 反转 这几个词可以算作它的关键词了 说说导演部分 对于三人行 许多影评人都花了大力气渲染 大厅对战的那段长镜头 先是一些人说身格长镜 然后再是一些人批判说 才不是身格 是演员慢动作拍摄 加后期 于是 对于片子的评价 变成了对长镜头的评价 然后变成了长镜头实现方式的技术讨论 最后发现早有答案 因为导演有个纪录片 就是讲这段长镜头的 这段我在看的时候 感觉确实和一般的身格长镜头 身格说得很牛 其实就是慢镜头的意思 不一样 因为摄像机轨迹是如此的精准和复杂 人物表演的时间点又非常到位 特别是人物的医者有些奇怪 变形了以后 并不是在慢镜头里恢复的感觉 不过没有想到拍法 后来通过资料了解 这是用正常速度拍 物件用后期合成的 空中的人都是吊威亚 拍摄上相当有难度 也是很有创意 体现了杜西峰导演 在影视语言上的追求 这个长镜头很好 拍摄难度也很高 但片子在影视语言上 是否没有缺点呢 我觉得并不是 因为至少片子的亮光色调 是值得商榷的 悬疑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只能给观众有限的信息 而影视语言和镜头 都需要配合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PTU里面的夜景 因为大量的画面信息量 都在黑暗中 暗光下难以看清东西 所以从画面上就给了观众 以聚精会神 在画面中寻找线索的潜意识暗示 让观众把脑子切换成悬疑模式 但是三人行李 大量的亮光色调 画面中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 和悬疑的影片基调不契合 亮光会让画面变轻 降低悬疑感 有人说故事在医院 肯定都是亮色 但实际上可以把故事安排在夜晚 打光暗一点 再加一场意外 让医院走廊灯 会时亮时不亮的闪烁 当然不能影响到医疗器械 可以在非医疗区域的 照明电路上想些点子 那么这个片子看起来 会觉得对位很多 用了灯光 可以更多出现人脸的阴影 那才更对悬疑的味道 所以因为那个场景 拼命捧这个片子 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非理性吧 普通观影观众出来 不会觉得烂 但是因为画面基调 和剧本基调不是那么合 这里补充一下 镜头景别和运动上都没有问题 肚气风的一贯水准 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穿帮 而可信度不够 其实平行而论 三人形的剧本可信度 和名作PTU差不太多 但亮光基调确实有影响 此外 在主题上 这种反转结局的影片 基本上都是倾向描述 生命和命运的无常 三人互相拯救那段 稍微有点圣母 但也可以说是 人性内在天性的刻画 所以算作不过不失 只是古天乐身体中枪 然后还可以承担自己的身体 再加上一个中汉梁的重量 有点不太可信 沐鱼都完全主观评分 导演一贯的很强 在亮光画面的选择上有失误 7.5 悬疑的剧本和镜头 营造了张力很强的体验 8 高超的漂亮的长镜头 8 在医院单一场景 拍成这样丰富的画面 美术上相当好了 如果主角突出些会更好 7.5 总评 7.7分 对于杜西峰导演 不要神话 也不要低估 他以影视语言渐长 挑了一些问题 并不代表他差 他的片子 吊打大部分导演 都是没有疑意的 作品值得反复回味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让三个主角 在画面上影响更深 三个主角的衣服色调不突出 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来 画面印象最深的是 那个穿紫色的护士长 和那个穿蓝色的 发教会传单的匪徒 虽然三主角戏份最多 但是并没有在画面上 直观体现 他们和配角的主次 从而让移情也有些困难 甚至到最后 需要想一想 才能明白 三人形到底是指哪三个 左方柿 只会跟否 salary 欢迎 观看 紫色 信